大概是XP就已內建 完全不用裝任何東西 都可以存取不會有問題 但是你XP如果你沒有冠2007以後的Office 你要存取2007的資料庫 就會有問題了 就會無法存取 除非你要去 微軟的網站去下載他那個什麼什麼一堆的Driver 才有辦法 OK所以這裡的話如果你有 考慮到這個問題的話 因為好像不是每一家公司 都會升級 甚至有些公司還在考慮 要不要升現在還在考慮要不要升級2013 現在還要考慮2010 甚至有些甚至完全不考慮Office直接就上雲端了 直接就跳過了 OK大家都有不一樣的需求 所以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可以了解一下OK按確定 那我們就按建立 一個 這一個 一個這個名稱加一個位置 按建立 建立之後的話呢 再利用外部資料的匯入 這個前面應該做過了 瀏覽一下我是放在桌面上 桌面上的乘以這個 按開啟 確定 因為我是乘以2這個 因為他上面已經有欄位名稱了 這樣我可以省的 再去打什麼 打這個欄位名稱 不然的話你 匯入的是沒有欄位名稱 你要再把欄位名稱Key上去 下一步 那這邊下一步 不要阻所以 按完成就可以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就會產生一個成語括弧 記得把這個名稱按右鍵 把它理念一下 因為他原來有個括弧 我覺得括弧不要 OK 直接叫成語就可以 打開之後的話 所有的成語呢 通通都跑到資料庫裡面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把這個關閉了 我們就可以不需要 那 接下來呢 我們就 要能夠查 不過特別注意 一樣的方式 你在查的時候呢 一樣 會需要有三 會有三個欄 成語 他到底他是查 哪個欄位是成語呢 解釋呢 還是例句 另外的話呢 還有他的關鍵字 所以 這個地方後面呢 我們也可以做一個修改 所以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請各位 第二個步驟建立那個成語的資料庫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